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邊的先生還有包括小朋友呢 他們原本的時候都想要騎單車的 現在的話呢 他要跟著我們一起上來 否則的話呢 前面的那個水太深了 已經到過膝蓋了 根本就沒有辦法 馬路變水路 民眾逃難 寸步難行 河南水混重災區 未徽室 21個村莊 幾乎一系之間全部淹掉 128.8萬人成了災民 前方的救援人員 他們現在呢 把一些村民 從這個村莊裡頭呢 用橡皮艇 把他救援出來了 而且呢 現在這邊呢 還有山貓 還有铲車 等待著要去裡頭 孕婦搭著橡皮艇 表情看起來非常不舒服 還有一家人 家當來不及拿 抱著寵物 就往安全的地方撤 衛會市附近有四座水庫 三條河流 暴雨來的時候 全都溢出和潰堤 短時間內 民宅和農舍 全泡在水裡 河南遭千年暴雨襲擊 鎮州市京廣隧道連續抽水二十小時 已經抽出二十噸水 但還是看不到隧到底部 鎮州醫院也產遭洪水侵襲停電 當地政府出動直升機 救出一名才出生一百天 患有先天心臟病的嬰兒 河南水患災情 人不斷傳出 具體死傷情況 還有待統計 TVBS新聞玲瓏士陳向如 河南採訪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 備用 開啟小鈴鐺